第一個縮小方案 可是Table裡面我們最終是要抓裡面的儲存格 所以還沒有 所以第二步是抓列 怎麼抓列 所以再來把TBL裡面再去抓一次 抓TR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這個地方我不用IE 因為如果你用IE會怎麼樣 它會變成像前面這個地方是用IE.Document 然後去Get 前面是Table 那底下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不跟上面一樣就好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它會把整個網頁裡面的所有TR都找 那會太多了 因為這個裡面TR一堆 所以如果要縮小範圍的話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地方 改成用TBL裡面的 所以我們是針對這個Table裡面再去找TR 所以不會找到這個Table以外的 就只有找這裡面 所以找到的話理論上就是找到 這一個Table 所以這個Table裡面的一個,兩個,三個 所以找到它裡面這個Table 其實你可以把它在這個底下 這個Table OK 這個是上面的Table 應該在這裡 所以這個可以展開,有沒有 可以縮放的 這個箭頭如果向下表示展開 向右表示縮放,就這一塊就對了 把這裡面的所有TR全部抓下來 所以會放在哪裡呢? 又一個名稱 因為你抓下來之後 它一定不只一個 裡面的話很多列 那我就把這裡面的這麼多列 這裡面的第一列 從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第五列 全部抓回來 所以放在TR 那你會發現我名稱取一個叫S 為什麼? 因為它不只一列 有沒有? 可能有20列 那全部都放在TRS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後面為什麼我會跑一個回圈 因為這個TRS裡面不只一列 那我需要把它每一列 每一列裡面的 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通通抓取回來的話 那我就勢必的 假設它裡面有 剛好就20列 為什麼20列? 看一下 這個是第一列 這個是第二列 然後這個是第三列 所以20 假設我要抓到是2004的話 那也就是說 2021-2004 等於多少? 17嘛 17 18 19 對嗎? 19 那總共0到19 0到20 對,簡單還要再加1 所以總共是 這邊有18列 對不對? 總共18列 然後呢 再加這一列 再加這一列 加起來不就剛好 剛好20 所以我就想 它的TR的話 一定是從0開始 所以20的話 0到多少? 19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我全部抓回來的話 我就寫 4 i等於0到19 然後呢 分別再幫我把 TRS裡面的每一個 因為一列的話 它就是一個正列的名稱 一列一列的話 所以喔 那列一樣從0開始 那第一列的話呢 就是TRS0 小瓜糊 裡面幫我把裡面所有的TD 通通抓出來 放哪裡呢? 一樣就放在TDS裡面 OK 再來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我抓回來的東西 那我需要什麼? 把它分別放在這個儲存格 哇這個儲存格 這也是我想出來的辦法 如果你要把這個裡面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有個語法 一個屬性 叫做Innertest 裡面的資料喔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的話 它會有那個什麼 外面的標籤 如果你只是需要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是這個 Innertest 實際上就是 我要的這個資料呢 它基本上的話 就會放在像 這個Innertest 就是TD有沒有 T 就是標籤以外的裡面的東西 這個叫Innertest Innertest OK 那我一個一個把它抓下來之後的話 那就是這樣寫 那我要怎麼全部抓下來 我多一個J J等於0 也是0到哪 那個總共有幾個 這個TDS指的是有幾個儲存格 點X就是總長度 總共有幾個 所以比如說像第一列好了 第一列有幾個 有年度 OK 然後在1月 2月 3月 所以總共有四個 那四個的話 編號是從什麼 從0開始 0、1、2、3 對不對 所以到3 0到3 總長度多少 有四個嘛 所以我的寫法這樣 OK 4 0到 Lex-1 為什麼-1 應該知道吧 4個嘛 因為編號只有到多少 到3嘛 那一定要-1 這個應該蠻常見的 這個很多地方寫法都一樣 那再來比較麻煩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放到儲存格的哪一欄哪一列 那因為我的i從0開始 可是問題喔 i指的是列 那問題是列喔 一定是1、2、3、4 應該到20 可是我的編號是0開 0的話 有D0列嗎 沒有啊 怎麼辦 所以這邊有個加1 意思說我要放在哪一列 那J的話是藍 哪一藍 那J也是一樣等於0 0的話有D0藍嗎 沒有啊 只有A藍 不過A藍你可以用數字 A藍其實用1也可以 2也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是 幫我放在第一列跟第一欄 然後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分別放進來 放進來放進來 全部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那就自動在Auto-free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執行 讓它去抓這個網頁的資料 然後讓它等個5秒鐘 把那個table抓下來 那列抓下來 剩下來的話就是把它的資料抓下來 然後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讓它往下跑 然後把它的什麼 裡面的儲存格資料抓下來 然後放在這裡 所以第一個應該是放什麼 放年度吧 這應該是Innertage應該是年度 年度就過來了 然後再來下一個應該1月 有沒有 再來2月 再來3月 再來 OK 好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就抓這個 1234 幫我放在剛剛的位置 放在對應的Sales的相對位置 不過這地方可能 其實說真的會寫得很簡單 但是不會寫的同學 你回去向上看 反正這個規則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你一下子想不清楚沒關係 回去再反覆再去思考 如果你這個會的話 以後要抓網頁的資料就會很簡單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 這個網頁我覺得已經算是 複雜度相對比較低的了 OK 再來的話就下一列 所以我抓到下一列之後的話 下一列的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 我們的這一列 就是開盤收 漲跌 然後百分比 所以這個的下一列 這個table的下一列 這個TR 下一個TR就這一個 可以把它展開 再來就開盤 Innertage開盤 然後有沒有 這個 如果要通通把它抓下來的話 那一樣 你就是把它整列抓下來 然後把裡面的TD全部抓過來之後 一個一個塞到這邊 所以理論上這邊應該是 開盤 有沒有 然後收盤 跌 漲跌 百分比 有沒有 以此類推 通通都把它全部跑 有沒有 那跑完之後的話就下一列 所以底下的話呢 也就想把這些資料 全部通通都OK了 然後把它全部跑完好了 其實說真的 大概細節就是這樣 其實說真的 說穿了也沒什麼 最後自動調軟寬 就完成了 OK 可是 我發現 雖然不是很複雜的東西 可是說真的 在網路上面 還真的很難找到這麼簡單的程式 大部分有提供的 可能相對 一堆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VBA用IE物件去存取的 其實有蠻多的分享 但是寫的可能沒那麼簡單 當然你可以調整沒關係 有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 暫時不需要那些程式碼 所以我沒加 但是需不需要加 這可能你可以自己再斟酌 OK 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沒關係 OK 所以 所以這樣子應該 這個程式碼 其實就是雲端上面有 所以你們其實 可以再從那個 雲端白板的這個地方 一模一樣 我把它抓下來 上個禮拜的話 其實還有改變一個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就是這個地方 叫做把 GetElementByTekName 有沒有 改成什麼 Get 一樣Element Elements By 這個什麼 關鍵地方 叫做 ClassName 因為你想說 就會有同學說 老師你這個Table 要算 每次要算 算很久耶 而且還要一直往下 下下下 如果那個網頁 如果Table 100個 那不是要按100以下 慢慢找嗎 對 也是啦 OK 不過一個網頁 有100個表格的機會 其實不高 大概有幾十個 算是多 像這個網頁的表格 數量算多的 所以我倒覺得還好 所以下面這個方法 你不會也沒關係啦 但是會會更好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網頁裡面 還有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就是這一個Table 它後面有一個叫什麼 Class 有沒有 那這個Class其實也可以 當成是抓取它 這一個表格的特徵 特徵嘛 因為那你想說 這Class有多少 所以其實也是 除了找Table之外 也可以用Class 那Class有個方法 就點兩下 然後把這一串複製一下 然後Ctrl-C Ctrl-F 然後把它貼到 它自動帶過來 OK 那你可以什麼 去在這個網頁裡面 稍微找一下 或者是不要Class 我看這個 等於雙引號這個不要 我看 總共 你會發現喔 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 是這個Class的 總共會有五個 那我們要的是第幾個 我們要的是 我看 這個是第一個 剛好是在 第二個吧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在上面 這個上半年下半年 它剛好在 第二個 所以喔 另外一種寫法喔 OK 這個寫法的話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參考 如果你不用剛剛這個方法的話 這行把它註解掉 不用抓第幾個Table 你可以用這個 抓哪個 這個一樣 Class 這個大小寫其實沒差啦 不過我想 我們還是 跟底下規則一樣 getElements by什麼呢 下面是takeName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改成 ClassName 如果 它前提是要 你那個網頁有Class的狀況 也有些網頁沒有Class 那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這個的把它抓取下來 不過它裡面的話 一樣會有很多個 那怎麼辦 應該後面應該要一個刮斧 第幾個呢 因為總共五個嘛 那我們要第二個 應該要輸多少 編號 上面是12345 那這邊應該多少 這鎖影值是從多少開始 從0開始 所以應該說 輸多少 輸1吧 OK 0開始 我們要是第二個 所以輸1 應該是像OK 我看一下 所以我這邊我來試試看 因為我 上次 我看一下 上次的程式 這邊是沒有加 有啦 這邊這邊 應該是有加1 才對 所以這個程式應該是 這邊再補一個 這個如果沒有補那個 這個的話 應該會抓 抓到全部 那就會出錯 OK好 那試一下 所以要執行一下 一樣把它清空 然後用 ClassName來抓的話 而且是抓 總共五個一樣的Class 那我抓第二個就好 一樣把它抓下來 這裡面 名稱是不是一樣 我看一下 這個 不對 應該是這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要改一下 所以你就把這個名稱 點兩下 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這個 這個才對 OK 把它再往上倒車一下 然後讓它重抓一下 抓這個 有啦 這個 底下就沒問題 所以我雲端上面的這個名稱 好像要改一下 因為我好像是用之前複製過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名稱 這樣子 這一行等於是另外一種抓的方法 你如果不用這個 TagName的話 你可以用ClassName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吧 其實它底下應該run 沒問題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只是說多一個方法 OK 那請各位 試著把那個 就是這一段程式 試著run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裡面的 第五個單元 第五個單元是在這邊 OK 試試看 打開之後 放在第五個單元裡面的第二頁 所以其實程式就是這一段 點唇 然後 好了 我先看 有一個 你 我先看